我們都知道美國是一個非常繁榮的國家 尤其是它的經濟上面 它的房子 它的景色都非常美 但是中國今天要帶我們看到的事情是 美國地上 地下差很多 能住在地上的已經很幸福了 尤其是住在扛棒裡的也不簡單了 沒比較 沒傷害 有比較發現它算幸福的 密西根州這家超市曲折離奇 因為有一個工人 他本來是要去拉電線的 就拉著拉著 拉到線在畫面當中 你所看到的這個扛棒 結果他一看 裡面哪有人 還是一個年輕的女子 就是這個小小的三角屋 不是 我要問觀眾朋友 你覺得在扛棒三角屋那邊 你都不怕會掉下來嗎 第二個 那扛棒才多寬 你知道當時發現的工人立刻報警 警察來之後就問這女的 你這住得下 你知道它那個寬只有1.5公尺 來來來 趙哥你進來 1.5公尺這樣 這樣耶 怎麼算 然後他躺在那邊 然後就算了 他發現 怎麼還有桌 我馬上去睡覺 我這樣去覺得桌子 電腦 甚至連咖啡機都有啊 那女的甚至很妙 他還跟警察講說 好啦 我知道我錯了 我知道這是要非法入侵 我走了 再見 就是跑了 他連家當都不要了 但警察也沒抓 然後店家也沒告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真的現在美國人 有些人也不簡單 很可憐 所以就沒有去抓他了 為什麼我們說 剛剛講 在美國有很多人 覺得這些也見怪不怪 外星人他不覺得奇怪 學人也不覺得奇怪 他反而覺得地底人很奇怪 嗯 這個 加州 就有人募集到一個 讓人家看了 這個人 難道他真的是從地心竄出的人嗎 他突然就走著走著 然後打開那個人孔蓋 啾一下 他就下去了 我們再看一次 這個人呢 他沒穿衣服 然後就這樣熟門熟路的 打開人孔蓋 然後鑽下去 而且他還丟東西下去喔 那他到底是要幹嘛 是要去偷東西嗎 因為旁邊有一個 御醫美國人博物館 對 就不是 才發現說 博物館那時候也覺得很緊張 所以調查發現 他住你頭 而且你看這打開 那比剛剛那個招牌屋比起來 我剛剛說招牌屋算幸運了 他那更小 他這樣搞得跟自己 跟忍者歸美兩樣 不是他要全區在那 他根本就是蜗居啊 所以 大家看到了 美國 這麼大 大蘋果 大家人人想咬一口 可是卻還是有一些 很 對比的這樣的一個蜗居生活 不過 就有曾經有荷蘭團隊 他們跑到了 華燈出上 五光十色的拉斯維加斯 你知道 拉斯維加斯到了傍晚 哇 你去看那些扛牌 全部亮起來之後 賭城要開始營業的時候 真的是 燈紅酒綠啊 對啊 可是 在地下的那一端 你可能不曉得 360公里長的下水道 本來是用來 拉斯維加斯 就是防止洪水 淹水的 沒想到現在就住了一堆人 他們也就是 他們叫弟弟人 看過電影《寄生上流》吧 寄生上流 我覺得算幸福的 你住在之前 你有想過 如果有一天 暴雨一來 一淹水 他們住在裡頭的人 東西全部通通都飄走 人還會被淹死 就有人被淹死過 那我們就跟著荷蘭這個團隊 進去來看 來 從下水道進去 當然啊 你看這就是淹水嘛 如果沒淹的話 你就下去嘛 這就是淹水 那沒淹我們下去看一下 住裡頭有好多 各式各樣的人 其中最讓他們拍攝團隊 我們訝異的是這一位 這一位她叫什麼呢 她叫Jenny Lee 她其實是美國的一名女星 身材好 臉蛋好 而且過去她拍了好多好多的情色片 賺了很多錢 去拍她家的公寓也好豪華 怎麼突然你後來現在會在這裡被發現 你看那個發現的過程 連那個拍攝團隊都嚇一跳 她眼尖認出她來說 你不是Jenny Lee嗎 哇這個跟她之前樣子差蠻多的耶 對 發現她牙齒掉了 頭髮變少了 其實她長得還算輕素還是漂亮 可是跟她之前對比很大 問她發生什麼事 她只說 沒有什麼事 我就是覺得住在這裡很好 我告訴你 她講了一句話 她說這裡的鄰居對我 比以前我遇過所有的男人對我還好 拍攝團隊只看到一張桌子 兩張椅子 跟一張床 她這樣也能活耶 那好怎麼活 好 Jenny Lee是沒多說什麼 我們來看看 拍攝了別人從他們口中得知 他們是怎麼活下來的 這對情侶 因為這對情侶 因為Jenny Lee可能才沒住多久 這是他們的鄰居啦 對她的鄰居 對男人 她比男人都對她好 對 Jenny Lee沒住多久 但這對鄰居啊 住了四年 他們是一對情侶 一個叫Steven 一個叫Akazurin 他們兩個在受訪的時候就講 他說我們活下來的方法很簡單 我們沒有工作嘛 因為無夜才會住這嘛 對 然後家裡也不歡迎他們 所以他們也無家可歸 他們的活法就是 白天 你看喔 他裡面 所有這個我們講 地線道的血居 卻什麼東西都有 他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去垃圾場撿回來的 他們白天就跑到了賭場的老虎機 看看有沒有哪位客人 忘了把美金零錢帶走 他就去撈 然後呢看到那個裝零錢的杯子 就帶回家 你猜那個杯子帶回家幹嘛 上廁所 蛤?可憐吧 上廁所 然後呢 他們這些所有很多東西都去垃圾場撿回來 那拍攝團隊又問他 那你吃什麼 他說吃喔 你去看啊 那麼多飯店 華燈出上燈紅酒 六五光十色 那麼多廚餘可以找 他說很多東西很新鮮啊 放回來 他說那沒有冰箱怎麼冰 不用冰 因為下水道的地板很冰 直接放地板上 天啊 是 好我們再來看 他們四年不工作喔 那這一位呢 這位叫Ricky Ricky他說 我住在這裡也好幾年了 可是我為什麼要住在這 拍攝團隊對他 為什麼啊 他說我之前坐過牢 有錢科 我怎麼可能還有辦法找到工作 沒有工作 所以才會住這啊 結果拍攝團隊問了他一句 非常奇妙的話 他說 那你覺得你自己人生 未來有希望嗎 他說